姓何的 你给我站住 素胖呀 李大婶骗我说 你是十里八相出了名的美女 还对提亲的男人都到寸口了 虽说入坠不太好听 看在二十两彩礼的份上 我才勉强同意 没想到你长得这本丑样子 想要我娶你 做梦去吧 你收了我家彩礼 就是我的夫婿 为什么要退婚 你要躲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这么多年了彩礼长没长 有没有认真变漂亮 你努力过了吗 令人生命体征微弱 赶紧抢救 哎呀 你别吓爹啊 你快醒醒 不就是一个男人吗 爹现在就去给你绑一个回来 爹 姓何的逃去镇守了 二狗子 知道咱村哪家还有俊俏书生吗 爹 乡亲们好像都把门关上了 走咱们去乡外转转 女儿叫我来寻山庸 抓个女婿把门关 石头剑刀布 石头剑刀布 这个老牛我真的服了 爹 咱们绑哪个 最能打的那个 腰好 能生 生孩子不是女人的事吗 你还是太年轻了 男人腰不好 女人有的生吗 哦 我好像明白了 又好像不明白 哦 我穿越了吗 宿主是个花痴 刚成亲夫君 就被原主的样子吓跑了 爹爹去村里捉女婿了 可别真捉个男人回来 闺女 你醒了 你吓死爹了 以后别再做啥事了 那个姓何的小子不值得 爹总有一天会把那小子剁了胃住 我没事 还说没事呢 你都不哭了 你这是要我给你表演 一哭二闹三上吊 不过记忆中苏胖鸭还真是这个性子 稍有不顺心 便在家撒泼打滚 爹 我想通了 姓何的也不咋低 配不上我 改日不用爹你动手 我自己来 这才是我闺女 爹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 你想先听哪一个 都行 爹给你绑了一个夫君 比姓何的好看一百倍 你看了一定会喜欢 那 好消息呢 我刚才说的不是好消息吗 好消息就是不用生娃了 女婿都给你生好了 二狗子 快把人给你姐带进来看看 来了 绑一送二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闺女 闺女 爹 我姐她咋又晕了 她是不是吓到了 吓什么吓 就你姐这胆 谁能吓到她 她这是高兴的 你咋又来了 嘿嘿 分子钱 什么分子钱 打婚 满月 抓住 好饿 虽然前世在部队里接受过训练 饥饿训练也是其中一项 可是这身体显然不抗饿 我得尽快找点吃的 喜舞之人 好浓的血腥气 受伤了 等等 她该不会是老爹给我捉回来的上门女婿吧 好歹是给我抢回来的夫君 我总得验验货吧 老爹的审美好像有些问题 你是什么人 你还动手伤我不 不伤我的话 我就不继续帮你了 你究竟是什么人 想做什么 嘿 其他人在哪里 嗯 其他人 我也不知道 你别这样看着我 你在路上受伤晕倒 我家里人把你救了回来 我刚刚是在给你检查伤势 检查伤势 需要脱裤子 你裤子上有血吗 总要看看伤在哪 那不是我的血 我现在知道了 所以你已经 也不是 很好看 你 不行 我需要冷静 现在最重要的是知道两个孩子的安危 我这些委屈不值一提 我是被人偷袭的 醒来就出现在这里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你发什么呆 怎么突然不说话了 不会是傻了吧 你说是你家人把我就回来的 他们可还说了什么别的 还说什么 我还能说是绑你来 是做我夫君的吗 不行 我得想个办法 把场子圆过去 你饿了 我去给你拿些吃的 真是的 让这个男人一打岔 都忘记自己还没吃饭了 我喂你吃 还是你自己吃 我自己吃 你给我松吧 这些都是这个女人做的吗 真是让人难以置信 口感不比京城厨子做的差 你叫什么名字 魏婷 苏玉娘 你可以叫我苏大鸭 大郎 该吃药了 你 你给我吃的是什么 这个女人刚穿越 就白得了个帅气老公 还意外成为了两个娃娃的母亲 药啊 你的伤是长年累积下来的 已经伤到了内脏 需要调养 你还会医术 本姑娘我前世 可是医学博士 不过在这个茅草屋里 确实没有能有效治疗的药物 本来想着明天去镇上买一些草药的 没想到一觉醒来 我身边却多出个急救箱 还以为是穿越福利 但是再想要呼叫系统 却怎么也没成功 大雅 我回来了 怎么样 爹给你绑回来的女婿满意吗 过来看看 这两个娃娃怎么样 你们叫什么名字 他们哭吗 不哭 乖着呢 就是不爱说话 闺女怎么样 还满意吗 家里怎么多了个猪头 这就是你给我找的夫婿 爹我感觉你的审美有大问题 闺女 你相信爹 她真好看的 姐 你揍她了 她自己摔的 我没事揍她干嘛 你可是我亲弟弟 不要给姐姐抹黑 既然是帅的 那等痊愈了就没事了 打压相信爹 等她脸痊愈了 一定会给你惊喜的 还有爹今天给你买了 你爱吃的桂花糕 是锦记的 锦记点心很贵的 一小盒就要一两银子 爹咱们家的银子 不是都给了和同生下聘礼了吗 哪还有银子 嘿嘿 份子钱 什么份子钱那么多 姐 今天爹带着两个娃 连你生娃娃的份子钱都收了 爹 你也真是个人才 回你 你还没吃饭吧 爹现在去做 不用 我做好了 这个你们也吃了吧 从今天起我要减肥 就不吃这些甜食了 爹 姐她是不是脑子摔坏了 别瞎说 你姐姐有夫君了 开始注意形象了 原来如此 还有爹 姐做的东西能吃吗 上次她做的馒头啃都啃不动 爹 姐做的饭也太好吃了吧 这也是有夫君的原因吗 当然了 咱们给你姐找了个 这么好看的夫君 你姐虽然嘴上不说 但是心里一定乐开了话 昨天虽然给魏婷做了治疗 但是急救箱里面的药物不多 要是能再进一下系统里面就好了 可是昨天试了一夜也没成功 看来还是要去镇上买一些中药才行 没事吧 没 没 没事 今天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苏大牙竟然去洗衣服 看看 今天带你出来就没遇到好事 赶紧把衣服洗完回家做饭去 买完了药就剩二百文了 昨天爹讨来了份子钱 第一件事不是买米买面 而是给我买点心 看来是真爱了 要想办法挣些钱了 素胖养 姓何的 真是犯困遇到人送枕头 昨天找了你一天 原来是跑到镇上来了 素胖养 你够了 你不要隐魂不散 嗯 你以为我是来找你的 难道不是吗 也是 你做什么 彩礼啊 你不会毁婚后不想退彩礼吧 不会吧 不会吧 那 我警告你 别和我扯那些有的没的 上青楼找小官还得摸上两把才给银子呢 我一没和你拜堂 二没和你动房 你可别想赖一个铜板的账 可恶至极 你竟然把我比向青楼的小官 你要是不还 那就只能衙门见了 为这种事闹上衙门 你就不怕丢脸 丢脸的难道不是你吗 彩礼是你收的 签诗是你答应的 我那是被媒婆骗了 一个乡下媒婆也能把你骗了 枉你读了那么多年的圣贤书 那些书煮了吃了也不会有你这么蠢的 那 你什么你 我看你别看书了 回家种地去吧 脑子里的水倒出来 兴许能灌出来良母好地呢 对 我什么我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姓何的 你不会连这点道理都没读明白吧 他 他什么他 你以为带两个人就当自己是狗头上的衰跑 还想长出狗尿台 感情这个书生被媒婆骗了 然后大婚当日回婚 现在却不想退人家彩礼了 哎哟喂 原来昨天晚上和公子赏给奴家的十两银子是这位姑娘的聘礼啊 那奴家受之有愧了 媒婆和你一起骗我上门的 呃 就是这样 是你们骗我的 既如此 我们公堂见 你们素贾在寸子里横行霸道 做了多少混账事 朕进了衙门你们处的来吗 震珠 决定还钱了 银子我可以退你一半 这事就此作罢 你东西掉了 什么 连 官差大哥 四 十五两 十五两总可以吧 十八两 有事 我给 我给你 我想问官差大哥 紧急怎么走 往那面走就是了 谢谢官差大哥 老板 腊肉怎么卖 五十文一斤 都是好肉 这么贵 我这是最便宜的了 你上别家问 至少六十文 新鲜的肉呢 马上就收摊了 你要的话 十文一斤给你 古代言贵 我可以自己买一些新鲜的肉回家自己做 这些我全都要了 姑娘 我这还有一副猪下水 你不嫌弃的话 就送你了 谢了 买完了香料和盐巴 这样回家就可以做腊肉了 不过有一些重 估计自己搬不回去了 李大爷 李大爷 我要回村 劳烦你烧我一程 真是倒霉 今天怎么遇到苏胖鸭了 这个小恶霸 估计又要从我身上讹分子前了 站住 老头想去哪 呦 这不是苏哥家的闺女吗 这么瞧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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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出门没看黄历 今天这一车的东西要保不住了 除非苏胖鸭帮我 但苏胖鸭是不可能帮我的 他们是一伙的 刀叔 这么巧 你爹最近可好 老样子 我瞧刀叔倒是越发精神了 小侄女 我和你爹认识 你又叫我一声书 今日你就算了 老头 兄弟几个最近手头 有点紧 借点银子花花 我可以拒绝吗 家里儿媳快生了 为了请接生婆家里 仅剩的老母鸡也给卖了 这可是儿媳生孩子的钱呀 而且车上可不仅有我自家的东西 还有乡亲们的 若是都被抢走了 我赔不起呀 老头少啰嗦 弟兄们 给我上 好嘞 刀哥 刀叔 牛车上有我的东西 哦 哪些是小侄女的东西 都是 你确定车上的东西都是你的 刀叔若是不信 可以问他 哈哈 小侄女倒是与从前不大一样 老头 丫头说的可是真的 是和不是有区别吗 都是被抢 苏大鸭明显是想趁火打劫 刀叔说了不难为我 不会食盐吧 哼 老头把身上的银子交出来 我的钱呢 看来刀叔今天运气不好 哼 刀叔 慢走 还不快点回村 想让我爹等多久 哇 我的二百个铜板啊 我的血汗钱啊 怎么没了 有酒味 苏承从来不喝酒 给我站住 糟糕 露馅了 小丫头 你竟然敢骗我 大哥 这个小娘们怎么处理 给点教训 让她磕几个想头 东西留下 大哥放心 这活我熟 交给我俩了 爹 你来啦 回去的路上 苏玉娘全程高了 宛若一尊煞神 老里头只当她是和人打了一架心情不好 也不敢说什么 等到了苏家 老里头本想着要被洗劫一空 没想到苏大鸭只拿了自己的东西 苏大鸭拼死和那几个人打了一架 难道不是为了抢这些东西的 我的钱袋 不对啊 方才我找过了 明明不在牛车上 难道是苏大鸭帮我藏起来了 这还多了诗文 这个女人刚穿越就得罪了城里的恶吧 现在又要开始搞事情了 今天在城里逛了一圈 城里的生意都很一般 只有紧记的糕点卖得火热 这个年代没什么糕点的技术 刚好可以做一些好吃的糕点来卖 不要问我为什么会做糕点 因为我是女主 姐 你在做什么 老婆饼 老婆饼 老婆饼是什么 你尝尝 真好吃 姐 你结婚后变化真的大 你以前做的饭和现在做的完全像两个人做的 这还有一些红烧肉 你拿去给爹和大宝还有小玉吃 姐 咱们在紧记对面卖饼只能卖出去嘛 多少铺子开在他对面全倒闭了 咱们和他抢生意 抢得过吗 你想多了 就咱们这两篮子饼 卖不了几个人 不过 你有这个志向是好的 也许将来某一天 我们真的和紧记抢生意也说不定呢 姐 你怎么比我还爱做白日梦 好了 卖不卖得动 一会就知道了 交给你一个任务 什么任务 吃 苏玉娘在紧记对面找个位置 开始卖昨天做的老婆饼 紧记是全城最大的糕点铺 早晨第一锅桂花糕还没出炉 门口就排了很长的队 苏儿狗毫无形象的吃法 不免吸引了路人和排队买点心的人注意 娘 看那个人吃的好香 我想吃那个 你这饼子咋卖 十文前一个 有三种口味 白芝麻是红豆下 黑芝麻是梅干菜肉馅 双芝麻是绿豆的 若包子才两文前一个 你一个巴掌大的小饼就卖十文 太贵了 糖放很多的 很甜的 梅干菜里有肉 馅料很足 不如您先尝尝 好吃再买 哇 不错呀 娘 好吃好吃 我还要吃 一样来两个吧 开张生意 我多送您一个 您看要哪个口味的 你最喜欢吃哪个 可是我都喜欢呀 来个梅干菜的吧 好嘞 有了第一个吃老婆饼的人 再加上吃播家 先尝后买的销售手段 不一会饼子就卖光了 姐 你猜猜咱们今天卖了多少 780文 收钱的明明是我 你怎么会知道啊 是吃了12个 送了一个 你吃了3个 压坏了6个 剩下78个 一个十文 姐 你真是太厉害了 结婚后你都变聪明了 哼 别胡说 我没胡说 对了 姐 我们明天还来卖饼子嘛 来 还来谨记嘛 嗯 好嘞 你好像挺高兴卖饼子的 那当然了 卖饼子比额前容易多了 还能一个劲的吃 管饱的那种 走吧 聚集室买点食材 快闪开 快闪开 马疯了 你没事吧 我的胳膊 夫人 夫人 你怎么了 她被栗子掖住了 快找大夫呀 医馆就在旁边 赶紧把人带过去 你们都别动 让我来 哼 哪来的婆娘 还不快给我让开 你想害死吴夫人吗 她窒息了 我可以救她 吴夫人快没命了 你别添乱 让她治 走进来的正是 刚才人撞马车的少年 少年衣着滑跪 气宇宣扬 腰间坠着一块 价值连城的羊之环配 一看就是身份显贵的人物 大堂内瞬间鸭雀无声 你治 我治病 你放心 夫人 你吓死奴婢了 方才多亏了那位姑娘 不然夫人救救不过来了 那位姑娘人呢 姐 你可真厉害 结婚可真神奇 以前姐姐又懒又不会做饭 现在竟然变得这么厉害 臭弟弟 你敢说姐姐坏话 姐姐快看 那个大娘卖的是你说的梅干菜吧 对的 正好明天做饼没有梅干菜了 我们过去看看 大娘 你这梅干菜怎么卖 五十文 我要了 这么爽快 难道我卖的太便宜了 下次要卖贵一些 苏玉娘刚到家 就发现家里有两个不速之客 哟 这不是大鸭吗 舅舅 舅母 才多久不见 二狗都这么高了 大鸭也这么 呃 胖 二狗 去造屋烧点水 给舅舅 舅母泡茶 你爹呢 他不在家吗 爹出去了 不知道今天回不回来 舅舅舅母来的不巧了 你爹反正也不会反对的 舅母和你说也一样 舅母想和我说什么 和同生的事 我和你舅舅听说了 和同生真不是个东西 竟敢如此羞辱你 所以舅母是来替我出头的吗 呃 出 出 出头是肯定的 盖米儿让你舅舅上门 把那姓和的揍一顿 择日不如撞日 今天就去揍 呃 你就直接告诉他 你是来说亲的 嗯 给我说亲 是啊 大鸭 你看你年纪不小了 又被姓和的毁了婚 日后怕是很难再找到婆家 哎 可谁让你骨子里也流着咱们陈家的血呢 我和你舅舅总不能让你一辈子孤苦伶仃的过下去 那么舅母是打算给我说哪户人家 自然是我们陈家呀 嫁给你表哥 亲上家亲 大表哥十九 的确是到说亲的年纪了 是你二表哥 原来是给那个私生子说亲 我还当时让我嫁给大表哥呢 你大表哥可是秀才 舅母的意思是我高攀不上大表哥呗 一个臭名昭著的胖丫头当然配不上我儿子了 老二是陈锋见回来的 早点赶出家门才是要紧的事 苏胖丫娘死得早 苏承一直觉得愧对陈家 对我们陈家从来不敢说一个不子 正好趁这个机会可以多收一点彩礼 你大表哥是个书呆子 不懂唐人 你二表哥与你年纪相仿 他与我提过几次了 很是重义你 再说了 你爹不是想招个上门女婿吗 谁家让长子去给人入赘的 哦 原来是入赘 你放心 咱们一家亲戚 我们绝不会拿了彩礼做出毁婚的事 终于说到重点了 舅母想要多少彩礼银子 虽说你成过一次亲 是个二嫁的妇人 可陈家不会嫌弃你的 舅母更不会乱要彩礼银子的 你爹给和家多少 到时候也得陈家多少就是了 和同生好歹是个书生 二表哥凭什么也要二十两彩礼 你这丫头怎么说话的 那是你二表哥 我还是你亲外甥女呢 二十两彩礼银子 除非让大表哥来 否则免谈 你 舅母舍不得吗 二狗 送客 按 简 咋送 我让二狼娶你是可怜你 舅舅也是这么认为的吗 大鸭 你舅母的话虽然难听 但也是事实 你们家要是拿不出那么多彩礼 少些也可 不许少 少了大狼的轻事怎么办 原来 舅母已经在为大表哥说亲了呀 舅舅 舅母是打算卖了私生子 用挣来的彩礼银子 给大儿子娶媳妇 如意算盘打得真好 可惜了 这个冤大头 我苏大鸭不做 大鸭 舅母是为了你好 你只有嫁给你二表哥 以后才会有好日子过 舅母 我有相公了 我不信 有本事你叫他出来 出了什么事 这家伙能下床了 完了 要是未挺不配合 说他不是我相公 就无法收场了 家里怎么这么吵 二狗 他们是 舅舅 舅母 原来是舅舅和舅母 快请坐 你是谁 我姐夫 舅舅 舅母今日上门所为何事 我 我 臭卫婷竟然没拆穿我 哼 不枉我给你看了好几天病 还算你有点良心 相公 舅舅舅舅母是来拆散我们两个的 我几时来拆散你们了 舅母方才不是还在给我说亲吗 说天底下除了二表哥 没有别的男人会真心对我好 我又胖又蠢没人要 谁说的 你一点也不怕 那我蠢吗 不蠢 喊聪明 相公你会不要我吗 苏胖鸭 我可是帮你来的 你是可儿子 帮人就多帮一点吗 我是你相公 当然不会不要你 相公 你最好了 相公 舅母说大表哥是秀才 我配不上大表哥 改天你也去考个秀才回来 光要我们苏家的门楣 人已经走了 相公你太厉害了 床都弄坏掉了 你闭嘴 这是被你压坏的 你跑我床上来做什么 给你检查身体啊 今天谢谢你帮我解了围 让奴家来好好谢谢你 不要谢我 是两个孩子让我帮你的 也不知道你给他们吃了什么 现在这么黏你 当然是好吃的饼子了 你看看两个娃娃 让你带得瘦的可怜 一看你就不会做饭 不过话说回来 你是做什么的 看你身体素质 以前是当过兵吗 你想多了 我家是经商的 经商的能让两个娃娃饿到 我不擅经营 家产败光了 姐 爹回来了 爹爹你回来了 爹 你脸色不好发生了什么 姐 成叔没了 成叔 你成叔是个讲义气的人 你小时候生了重病没钱治病 老成把家里的羹牛给卖了才把你治好 还因此身体累成了重疾 没想到他突然就走了 家里只剩下个活 还有一身的债没还 以后他们该怎么过 爹 这些钱你先拿去给成叔家吧 你哪来的这么多钱 有一部分是合同生退回来的彩礼 还有一些是今天我和二狗卖饼子的钱 卖饼子 爹 姐姐现在可厉害了 她做的饼子又香又脆 在镇上补一会就卖光了 爹 你别听二狗瞎说 你先把钱给成叔家 不够的话咱们再想想办法 打压长大了 爹明天先去把成叔家后事解决了 前世从来没为钱发过仇 没想到现在为了挣一个铜板都要想尽办法 看来明天还要想一些别的挣钱的办法 苏玉娘正在为钱发愁 大宝和小玉懦懦的走了进来 怀里还抱着两个小包袱 还没等苏玉娘问什么 两个小家伙自顾自的在小包袱里摸索了起来 不一会大宝就从包袱里翻出了一些碎银子 而小玉竟然从包袱里掏出了几片金叶子 她又翻了翻 掏出来一个黑色的牌子 她感觉不值钱的样子 就随手丢在了地上 然后把金叶子递到了苏玉娘眼前 这些是你们攒的吗 谢谢你们 但是这些钱我不能要 你们自己要收好了 我会想办法的 两个小家伙太不爱说话了 但是意思很明显 想用这些钱补贴家用 见两个小家伙不肯走 苏玉娘只好用出绝招 我明天要做新口味的饼子 谁要是第一个睡觉 谁就先吃好不好 娘 小丫头 你终于来了 让我蹲着你了吧 我是今天的第一位客人 说好了 我买一个你就送我一个的 嗯 你要哪个口味的 你不就三种口味 你要拿一个 今天有四种 多了一种板栗的 馅料不多 只做了十个 其实今天苏玉娘 做了十五个板栗饼 昨晚不知道是哪个小奶包叫了娘 今天早晨格外的年谈 也让她耽搁了大半天功夫才哄好 以至于付出了五个饼子 和摆摊迟到的代价 我怎么知道好不好吃 你可以试吃下 她真小 马马虎虎 我全要了 你刚不是说马马虎虎吗 我现在又觉得好吃了不行吗 都说女人善变 没想到你一个姑娘家 竟然打扮成书生模样 我是男人 哦 你明天还来吗 还会迟到吗 还会换地方吗 我们是借用别的人地方 摆摊的地方 我也没办法保证 要不 你上我们书院门口卖吧 我们书院也有很多人 跑这么远来 请进买点信的 可是 书院门口让摆摊吗 让的让的 你怎么知道的 书院你家开的 是啊 哎 我让姐姐去摆摊 可惜人家瞧不上 我考虑下 丫头你在这儿啊 我路过好几趟了 还当你今儿不来卖饼子了 大姐姐 饼子太好吃了 你今天怎么来得这么晚 男男都等着急了 今天有些耽搁了 你要什么口味 还是和昨天一样吗 还有别的馅的吗 还有百丽馅的 百丽好甜的 娘 我要吃 我要吃 好那来两个 那我呢 哎呀 我忘了你说全要了 你看这样好不好 你每天往我们书院送饼子 我帮你在书院推销 这样你每次都送我一个饼子 这个办法倒是不错 那书院大概要多少饼子 你明天先送过来50个饼子 我会去帮你预售 等明天我再给你后天的预售清单 这个办法倒是不错 公子 我觉得你不像读书的 倒像是个商人 我老爹也这样说我 苏玉娘饼子卖得火热 却没发现对面锦记有双眼睛 正恶狠狠盯着自己 怎么样 做得出来吗 用料倒是很简单 但是我们试了多次 也没做出他那种口感 无用 堂堂锦记竟然让一个小丫头盖过风筒 一些老顾客现在都跑去买 那个小丫头的饼子了 我们一个高点卖100文 他却只卖10文 而且口感比我们的还要好 虽然销售量上够不成威胁 但这样下去会对我们名声造成影响 给我滚下去加烦研究 要是做不出来 扣你们这个月的工钱 是 老爷 看来我要去会一会这个小丫头了 简 我们今天卖了900文 虽然今天也是100个饼子 但是大家都知道味道了 倒是省了不少试吃的成本 走我们去集市上逛逛 系统一直进不去 魏婷虽然伤势好转了 但是还有内伤需要调理 还有一件重要的是 老爹的手伤是陈年旧伤 这种伤最难治 需要买一些真酒用的工具 来了来了 他来了 上次梅干菜50文太便宜了 今天我要卖他60文 大娘梅干菜怎么卖 60文 哦 等一下 你不买吗 不买啊 我就是随便问问 要欢光的 我想要一副银针和一些活血化鱼的药材 OK 一共五两 这么贵 能便宜点吗 姑娘想给多少 我手里只有二两银子 如果你们愿意 我可以拿我的药与你们换 填补差价 容恩堂是镇上最大的医馆 什么好药没有 会稀罕一个村姑的东西 你又能拿得出什么东西 我的药很好 我看就是来骗药的 你这种人我见多了 赶紧走 不然我报官了 少爷 你看 是那位姑娘 是他 要欢光临 景少爷 您来了 快请进 二子快去给景大爷欺查 要今年上好的雨前 您放心 给您治疗的待不一定是高手 脱脚的地方接得很好 绝对不会留下后遗症的 没想到成立还有这么一个厉害的人物 我问你 刚才那个姑娘是来干什么的 哎 那个村姑就是来蒙事的 想从我这白拿一些药材 你先退下吧 好嘞 少爷 他真的就那么一下 就把你的胳膊揭回去了吗 我瞧他的衣着打扮 分明就是个村姑啊 他怎么会这个啊 莫非他也懂医书 少爷 咱们把他也请去 为表少爷医治吧 表哥身份特殊 来历不明之人 最好不要贸然接近表哥 还是等医馆的董代夫吧 董代夫行医多年 医术高明 是医治表哥的最佳人选 姑娘请留步 叫住苏玉娘的 是一个年轻的男子 衣着打扮朴素 但也不难看出是一个郎中 只是这个郎中混得有点惨 一身的衣服 也不知道缝缝苦补多少次了 姑娘 我是向你请教昨日是如何医治 那名被噎住的夫人的 原来那会你也在紧急啊 你现在是想问我 到底是用什么法子 救了那个夫人的 还望姑娘不令自教 你太客气了 你想知道 我告诉你便是了 当真 你是郎中吧 是的 正好 我这儿有瓶筋创药 你想不想要 便宜卖给你啊 不买你的药 你还会教我夜市的抢救之法吗 会啊 不过你好意思 像观众老爷一样白嫖吗 人家好歹还给我点个赞 白嫖在下当然不会的 请问如何点赞呢 在下尽力而为 点赞这是交给观众老爷就行了 咱们还是现实点谈谈银子吧 敢问多少钱一瓶 念在同行的份上 卖给你五两银子好了 五两 你怎么不去抢 那就让别的一管白嫖好了 我身上只有三两银子 刚才我听见姑娘好像要银针 这样我家还有一副全新的银针 与一些治疗商事的药材底差价如何 成交 二两银子就能搞定的东西 容恩堂竟然要我五两 真黑 这个女人刚刚被扫地出门 只因为她的夫君去城里做工摔断了腿 家里不愿付药费 还把她和她的夫君一起赶出家门 但她现在担心的不是这个 而是眼前的小饿吧 苏胖鸭 昨天的饼子好吃吗 好好吃 而且里面有肉 谢谢 那你今天再带几个饼子回去吧 这两天劳烦你帮我看着两个娃娃 没 没事 两个娃娃都很听话 我女儿就可以帮我看着她们 哎 苏玉娘做的饼子确实好吃 她的两个孩子也很听话 但是吃了饼子不知道要给她做多久的劳力 相公现在窝病在床 家里已然是断了收入 要是一直这样下去可怎么办啊 听说你和相公被赶出家门了吗 你相公腿摔坏了吗 大夫说要不少银子 可是家里现在连一两银子都没有 我这里有一些治疗跌打损伤的药 你会拿回去给你相公用 啊这请问要多少两银子 我现在没钱 不用钱 这些是我给魏婷做的 还有剩余的 以后我给她做药的时候一起帮你做一些 还有你每天都来帮我做饼子吧 我给你每天三十文的工钱 小巫是被苏玉娘的话震惊到了 她万万没想到苏玉娘会说出这样的话 本以为苏玉娘给她饼子 就是为了让她免费帮她做工的 没想到她竟然收回的钱 而且是整整三十文 要知道她相公去城里打工一整天也才是文 而且是不管吃饭的那种 小巫是心动了 但是她马上又冷静了下来 苏玉娘平时不是从我那里有分子钱 要么就是让我免费给她家做工 难道是她看到我现在变成孤孤伶伶的一个人 就是失踪了也没人注意到 想要把我骗到美人的地方搞我腰子吧 喂喂喂 刚才你说话儿铺没给你家新生特效 我可是都听见了 啊啊对不起 小巫是愧疚的低下了头 看小巫是可怜的样子 苏玉娘也没心情责怪她 于是从身上拿出了一些铜钱 这些钱你先拿着 算这几天的工钱 我可不是可怜你 这几天看你做的饼子还不错 勉强符合我的标准 这才打算雇你的 要也不是白给你的 你白天要帮我照看两个娃娃 你获得的是自己的劳动所得 并不是我的施舍 苏玉娘说的话并不假 小巫是一直操持家世 苏玉娘前身就是个好吃懒做的胖丫头 自己虽然会一些厨艺 但是完全比不上小巫是的手艺 而且有小巫是每天照看两个娃娃 也确实让她放心不守 只是她的决定 无疑是让小巫是从黑暗的阴霾中看到了光明 谢谢你 我一定好好看 但是三十文太多了 我相公最多一天才能证实文 我不能要 你不要客气 等你相公好了 让她一起来帮我做工吧 好了 今天书院预定了五十个饼子 我们加把鸡一起做出来吧 小巫是很开心 发自内心的那种 虽然她现在还不敢相信刚才听到的话 但如果那是真的 无疑让她有了新的希望 不知不觉间手上的动作都轻快了起来 做饼子的速度翻了一盖 在一旁的苏玉娘简直看呆了 Oh my God 我这是捡到宝了呀 呵呵 我这可爱的小胖手 有了小巫是的帮衬 苏玉娘终于做好了饼子 早晨在锦记卖完了饼子 特意留下来五十一个饼子 来到了书院门口 可是刚到就吃了闭门羹 你们是什么人 书院可不是什么人都能进的 我们是来送饼子的 是沈公子预定的饼子 我不管什么沈公子 不沈公子的 赶紧走开 姐 我们是不是被骗了 走 正门不让进 我们看看有没有小门 苏玉娘吃了闭门羹 不一会就发现了一个小门 门口坐着一个大爷 悠闲的躺着 大爷我们是来给沈公子送饼子的 大爷睁开眼看了他们一眼 然后又闭上了眼睛 仿佛什么都没发生的一样 其实沈川早就和他交代过了 所以他也没有阻拦 姐 书院这么大我们怎么才能找到他 别急 我们先找个人问问 好沉重的咳声 弟弟你等我下 我先过去看看 苏玉娘顺着咳的声音 来到了一间小木屋 刚进来就闻到满屋子的药香气 一个面色苍白的青年躺在床上 看样子命不久已 好烧 怕不是烧到四十度了 他这是肺炎 在现在还没有治疗肺炎的特效药 再这样发展下去 他可是会有性命之忧的 可是我现在手里 又没有医治肺炎的药 我这是进系统的药房了吗 上次只拿了个急救包 这次要多拿一些 首先是肺炎的药 对了还有老爹的药 还有 出来了 这么快 难道是有时间限制吗 索性需要的药都拿出来了一些 为什么我试了很多次就没能成功 这次却意外进去了 难道是有触发条件吗 治疗炎症这个方法快一些 你忍着点 我没什么经验 你干什么 放开我家公子 公子 公子你怎么出了这么多汗 你别吓我啊 出什么事了 院长 我家公子被人害了 你家公子被谁害了 就是他 我没有 我都看见了 你别想否认 我家公子方才还好好的 是你给我家公子下毒了 哼 哪里来的村姑 你是谁 咱们进来的 我就这么进来的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你不是书院的学生 也不是书院的下人 守卫不可能放你进来 我是从后门进来的 那更不可能了 那老头脾气比谁都臭 会无缘无故放个小村姑进书院吗 你最好老实交代 否则我只能把你送去衙门了 你害了我家公子 你好狠的心 我家公子与你无冤无仇 你为何要加害我家公子 说 谁派你来的 我没害你家公子 我方才是在救他 他咳得快要喘不过气了 高烧严重 不及时医治的话会很危险 不信你摸摸看 你家公子是不是退热了 当真没那么烫了 不对 人死了也会凉的 你这个小胖子害了我家公子 哼 别狡辩了 来人 把他绑起来 别棒 别棒 你们听我说 自己人 自己人 一定是有什么误会 沈川 终于找到你了 苏姑娘 不好意思来晚了 沈川 你在干什么 店 她是我让人放起来的 我和邱伯还有院子里的人打过招呼了 难怪方才进来的如此顺利 沈公子 我家公子与你无冤无仇 你为什么害我家公子 我不会害你家公子的 苏姑娘也不会 她方才说是在救你家公子 你们相信她 她懂医术的 店 记得我和你提过的 在紧急救了一世孩子的姑娘吗 就是她 所以你就找了一个乡下的姑娘来为公子医治 你可还记得我的警告 简直胡闹 店 你能不能先我一次 我最后说一遍 让开 否则我连你一起绑去衙门 还说我不是你捡来的 有这么对自己亲儿子的吗 井公子 你来了 井公子 你听我狡辩 钱子他并非有意 他给公子下药 快把公子要死了 是你儿子放他进来的 还说不是有意 是你 曹掌柜 你认识他 他是个小骗子 上次到龙恩堂行骗 被我及时发现了 轰出去了 沈院长 他怎么会在这儿 刚才说的给贵人下药的不会就是他吧 我知道了 难怪贵人的病总是毫无其思 感情一直是你在暗中捣鬼 姓曹的 你别含蓄喷人 你们自己医术不清 怪到苏姑娘头上坐肾 苏姑娘今日才刚来 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来找人 你令我表哥做了什么 给他用药 苏玉娘实在没办法解释现代手段 只能含糊说成试药 你懂医术吗 略懂一二 我表哥是得了何症 费疾 你可能治 能 几成把握 若患者无隐疾 把握极大 好 你来治 我治病时不希望有人从旁打扰 可以 不许为官 我答应 枕金很贵 没问题 井公子 你不要让人骗了 他是个骗子呀 你才是骗子呢 收了井公子那么多枕金 结果把人治得半死不活 你有什么资格说别人是骗子 井公子 杨大夫可是我从府城请过来的名义 你确定要让一个乡下的小丫头 代替她给贵人治病吗 我丑话说在前头 若是这丫头将贵人治患 我们荣恩堂是不会给她善后的 届时再来找我们荣恩堂也晚了 白泽 宋客 是 请吧 草掌柜 井公子 此事非同小可 还望三思而后行 表哥如今的状况 恐怕还要多掏扰沈院长几日 荣幸之至 还请各位赞毙 让姑娘诊治 苏姑娘 我表哥的病 就拜托你了 还有上次的诊金 我会一并结算给你 我会尽力的 今天我已经给你表哥治疗过了 这些药我交给沈川 我会教他怎么用药 我明天再过来 查一下他身份 是 下面就由我来教大家如何种田 你来教吗 那请你告诉我小麦苗和叶燕麦的区别 哦 会听你的问题太简单了 接下来就由李大爷来给你解答这个问题 普通小麦苗颜色比叶燕麦深一些 叶片比较宽 而且叶子没有绒毛 李大爷给苏玉娘一家普及起来农田之事 而一旁的李大娘气鼓鼓地看着 就说苏大鸭没按好行 上次没拿老头的钱袋 原来是想着来霍霍自家的农田 哎 算了 毕竟上次他给的太多了 就让他霍霍一回吧 一个好吃乱做的丫头竟然说想要好好学习种田 估计每两天就失了兴致 爹 魏婷 你们一定要好好和李大爷学哦 以后咱家的小麦粉就靠你们了 乖闺女放心 你让老爸学什么 老爸绝不含糊 看好了 我让你拔草 你拔小麦苗做什么 我家的麦子 李老头 这长得都一样 我分不出来啊 你真笨 看看你家女婿的 那是我家大豆苗啊 老人家对不起 我以为圆叶子的拔了没问题 乖女婿 原来你也分不出来 我只是想把容易分别的敌军消灭掉而已 李大爷 对不起了 我家农田荒废好多年了 所以只能请您先教教他们了 晚点我给您送两碗红烧肉过去 作为补偿 红烧肉啊 半年都没吃过了 昨天苏大鸭给我送过来一碗 虽然知道没好事 但是红烧肉太香了 我无法拒绝啊 没想到今天还要送我一碗 爹 魏婷 你们好好和李大爷学 真是太阳打东边出来了 苏家竟然在学种田 每年秋收都是打着帮别人收庄稼的名号 把麦子收到自己家里 现在竟然想着自己种田 真是笑死个人了 哎 估计就是一时兴起 来霍霍李老头家的地了 上次李老头还帮苏胖鸭说好话 说是进城被勒霸打劫 是苏胖鸭帮他解了围 这样大家的年货才保住 当时我就不信 现在看到了吧 苏胖鸭是盯上李老头的庄稼了 就是 你还别说苏家的女婿还真的好看脸 没想到臭名昭主的苏家 竟然摊上了这么个好女婿 一看就是银样辣枪头 说不定是苏城从哪里给绑回来的小白脸 你家花娘也满16岁了 听说提亲的队伍都排好几里了 据说还有城里人过来提亲 是真的吗 是呀 城里刘老爷家也派人过来了 还有陈锋家也来过了 他家儿子在沈学院读书 听说近几日要被推荐大县城读书了 回来估计就是个秀才了 哎呀 又是城里有钱的老爷 又是未来的秀才老爷 要知道咱们村还没有出过秀才里 花娘你真是好福气 在一旁听的花娘却像没有听到他们说话一般 因为她正呆呆地看着农田里的位置 这个公子长得好生俊俏 而且有着一股其他人没有的傲气 她怎么会娶苏胖鸭那个胖女人呢 难道真像别人说的那样 她是被苏家绑回来的 如果那样的话 我是不是可以帮她脱离苏家 然后 嗯 打面哦 打面打面 花娘你怎么了 嗯 花娘估计是想这选哪个夫婿好累 谁叫我家花娘长得水凉 你瞧瞧十里八乡谁家的姑娘比得上咱家花娘 再瞧瞧苏胖鸭 娘我们先回去吧 花娘没心情听大娘们的唠叨 现在心里面都是未停的俊俏模样 而一旁的苏胖鸭却浑然不知她这个名义上的夫君 已然被别人惦记上了 苗你看 蚂蚱 这是蝗虫 天啊 今年是要闹蝗灾了吗 完了 今年的庄家保不住了 李大爷别担心 这种是土蝗 蝗灾一般是飞黄 你怎么知道这些的 我在书上看到过的 你 你还看书 是啊 我家卫婷教我的 你相公还会读书 没想到那个公子还是个读书人 长得俊俏 拥有气质 没准还是个秀才 这样的人怎么会看上苏与娘 对了已经是被威胁了 我一定要帮助夫君 白头肃胖羊 大宝 你在哪里抓的 咱们再去抓一些 晚上有炸蚂蚱吃 那面 小鱼不敢抓 再帮我寻 经过一段相处 两个孩子胆子大了起来 大宝更是会主动说话 但是小鱼还是有一些怯懦 喂 你让我们种田 自己要跑去玩吧 夫君 你们好好努力 晚上给你们加餐 好女婿 你真是忘记 自从结婚后 我女儿是又会挣钱 又会看病 你瞧我的手都叫她治好了 这都是你的功劳啊 这些都是我辛苦努力得来的 怎么变成了魏婷的功劳 喂 你倒是否定下啊 白捞功劳你不愧就吗 我就不 谁叫你平时总是欺负我 臭魏婷 你给我等着 你见过这样的天命妇女吗 她随便拔一颗草 就是千年老生 随便踢块石头 就是金疙瘩 狼王为了宠她 每天都叼来猎物 只因斗神爱的报告 只能变成可怜的台搭子 小玉终于找到你了 可别走得太远了 山里危险 你手里的是人参吗 哇还有金疙瘩 这还有好多野物 这些都是哪来的 小玉真是太不爱说话了 到底在你身上发生了什么 斗神和我说不要说话 不然会封了娘亲的账号 小玉也想撒娇 也想帮娘亲做事 可是我怕害了娘亲 可我每出现一次娘亲的作品 就要改好多次 观众老爷们我该怎么办啊 在线等挺急的 娘 小玉找不到蚂蚱 小玉想帮忙 你已经很厉害了 走 现在是早晨 蚂蚱喜欢趴在有阳光的石头上晒太阳 走我们去有阳光的去找 苏玉娘带大宝和小玉在石头上找起了蚂蚱 不一会在一片山坡上就发现很多晒太阳的蚂蚱 早晨蚂蚱翅膀上都沾了露水 没什么行动力 一会的功夫就抓了很多 娘 小玉也想抓 好 娘教你 蚂蚱的后腿有道刺 抓的时候一定要从头往下按 这样就不会被扎到手了 动作一定要快 不然他就跳走了 娘 大宝又抓到一只 看着大宝一只又一只的抓着 小玉也不甘示弱 捏手捏脚的靠近一只蚂蚱 小手小心翼翼的靠近 可是由于他动作太多 蚂蚱一下就跳走了 别灰心再试一次 嗯 抓到了 娘 我抓到了 小玉真厉害 我们多抓一些 晚上炸着吃 苏玉娘陪着两小只在山上玩 而另一旁的苏成和魏婷却面临着新的考验 而他们面前是一片被霍霍的不成样子的菜地 嗯 我是让你摘菜 不是让你拔 你说也可以拔的 大葱是可以拔的 谁让你把蒜苗也拔了 苍天啊 大地啊 还是让这家伙来罗我吧 别找我学种地的 罗钱只要几个铜板 学种地已经霍霍半五田了呀 年新人 你来 钱大娘 您先喝口水 这些都是什么 你还认得吗 大葱 蒜苗 韭菜 小葱 萝卜菜 盐水 哎 不错 还是年轻人脑子灵光 一焦就会 不像某些人 一百遍了还分不清大葱和蒜苗 现在还认识吗 崩溃了 我真的崩溃了 这个女人刚穿越就被无赖缠上 且看玉娘如何成之破皮 苏大鸭 这种地方不是你们该来的 赶紧滚出去 大表哥 陈浩远是苏玉娘的大表哥 她的父母就是上次来和苏玉娘提亲的陈峰夫妇 陈浩远看中了苏玉娘村中的花娘 为了给儿子准备聘 陈家才想出个这么一个卖小儿子来给陈浩远取亲的搜竹 你与和同生的事 我听说了 你最好别来缠我 谁说我是来找你的 你最好不是 还有 书院不是你们这种人该来的地方 好生在乡下种你们的地 没事别出来丢人现眼 我们拿种人了 地里刨石的你 我严禁于此 你们好自为之 还有我马上就要选去学院了 我们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大 你最好认清自己 我都说了不是找你的 你怎么这么自作多情 哼 陈浩远 推举名单第十位 没想到此子星星竟然如此 看来要重新考虑下了 你来了 我表哥的高热反反复复 为什么会这样 反复高热三五天都是正常的 他昨晚和今早可进食了 吃了一点白粥 这么看还是有好转的 至少能吃进去东西了 你食成何处 我师父很低调 一般不让我说 不过若是你执意想知道 我也可以勉为其难告诉你 我师父幸福 住在春柳巷 福 福太医 不对 福太医已去世多年 怎么 你不信 没有 只是觉得险少有大夫愿意收女徒弟 哈哈哈哈 那还不是因为我天赋异禀 根骨齐家 是百年难得一遇的天才 这小胖身子 还根骨齐家 哼 我要开始为患者治疗了 劳架在屋外等候 劳烦姑娘了 对了 以后想知道什么 可以直接问我 不必让人鬼鬼祟祟的去爬我家的屋顶 看来好的差不多了 是你 我是锦公子请来的大夫 我在为你医治 可能有点疼痛 你稍微忍耐一下 你放心 我会很轻的 不 不要 两个像吧 小伯伴 你不要过来啊 怎么样 是姓花村的小丫头 姓苏 家里有爹 一个弟弟和两个孩子 两个孩子管他爹叫爷爷 管他弟弟叫舅舅 应当就是他的孩子 春柳巷是否查探过 他昨日离开书院后 去了春柳巷的义户福星郎中家里 白泽你最近是不是胖了 嗯 少爷为什么这么问 你昨天去探查 被苏姑娘发现了 什么 这不可能 江湖上能发现我亲公的人 没有几个 所以我觉得你应该减减肥 没想到锦公子这么大方 给了我五两银子 发财了 正好家里没有面粉做饼子了 去凉店买一些面粉回去 姑娘你来了 要买梅干菜吗 六十文 不买 上次买的还有好多呢 要观光 老板 来二十斤面粉 姑娘 对不起 面粉不卖给你 为什么 锦机的前掌柜特意交代过了 全城的店都不许卖面粉给你 锦机是我们最大的客户 我们不敢得罪啊 呵呵呵 苏姑娘 别来无恙 前老板有礼了 请问小女子得罪了你吗 为何不许店家卖面粉给我 姑娘别害怕 我只是想和你做笔生意而已 什么生意 姑娘最近几日 一直在我们锦机对面卖饼子 不瞒姑娘说 饼子确实比我们锦机的好吃 我也让下人尝试过制作 可是做出来的口感和姑娘做的相差甚远 你应该明白同行是冤家的道理 你的饼子不论是味道还是价格上 都影响到了我们 虽然构不成威胁 但是我也不能允许你继续再卖饼子了 因此 我给你只一条名路 那就是把配方卖给我 你出多少银子 哦 姑娘的气魄倒是让我惊讶 我还以为你要誓死不从呢 害得我白白准备了一套威胁之词 要知道我那几房小妾 都是用这些手段拿下的 我只是一个小村姑 怎么能和你抗衡呢 只要价格合适 配方卖给你也无妨 很好 是个聪明人 我出十两银子买你的配方 哼 野丫头 屈服于本大爷的银位之下了吧 给你十两都是多的 如果不从 让你尝尝挨拳头的滋味 站住 你要干什么去 既然前老板无心谈生意 我也没必要留下来浪费时间 哼 野丫头 配方今天一定要留下来 看你是个女流之辈 再愿意给你几个碎银子 如果不识相 那只能赏给你几个拳头了 对了 这样才有强盗的风范嘛 不然奏起你们来也让我良心不安 哼 你你你到底是什么人 一个村姑怎么会有这么好的功夫 你要做什么 前老板别害怕 我只是想和你做笔生意而已 什么生意 姑娘我最近几日一直在你们紧记对面卖饼子 不瞒前老板说 我已经卖腻了 想把配方卖给你 不知道前老板是否愿意 这台词怎么好像我刚才说过 少废话 老婆饼配方 坐价二百两 不知道前老板可愿意否 二百两你怎么不去抢 看你是个老头 我才愿意少要你几个银子 如果不识相 那只能赏给你几个拳头了 这这 这也是我的 同不同意 我可以拒绝吗 那你要先问问我杀包大的拳头同不同意了 快拿契约来 打劫的被打劫的给打劫了 二赖子你要做什么 小巫师 听说你相公腿摔伤了 是不是三条腿都摔伤了 这些天寂寞坏了吧 让我来安慰安慰你 不要 你要是在靠近 我就死给你看 灰灰 你和相公被扫地出门了 要是你现在死了 你觉得你相公还能活下去吗 苏胖鸭 二赖子 赶紧给老娘滚开 以后不许再找小巫师麻烦 苏胖鸭你装什么好人 村里谁不知道就你欺负小巫师最多 现在竟然要帮他 不会是看他现在更落魄了 想要让他做你的奴隶吧 你 苏玉娘被气到不行 因为他的记忆里以前的苏玉娘确实没少欺负小巫师 因此他也很愧疚 二赖子你别胡说 苏玉娘对我很好 以前他欺负我都是为了帮我解围 原来小巫师一直遭到刘家的欺负 因为他只生了个女儿 在刘家一直抬不起头来 大巫师更是把所有的脏活累活都丢给他做 每当看到这个情况 苏玉娘都找借口让小巫师给自己帮忙 虽然也是干活 但要比在刘家的轻松不少 刘家虽然有意见也不敢得罪苏家 毕竟受累的只有小巫师一个人 哼 小巫师你这个窝闹女人 现在还在给苏胖鸭狡辩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最近早晨都是给苏胖鸭做工 白天还给他带孩子 是这样 但是苏玉娘给我工钱了 足足用 小巫师 不要说 所谓怀必其罪 如果让别人知道你赚了钱 那刘家也会回来找你的 二赖子你看到又怎样 我每天给他一个肉饼子吃 他给我做一天工 公平合理 在在这给我纠缠 当心我把你也做成肉饼子 哼 我们走着瞧 苏玉娘 谢谢你又帮了我 不用谢 怎么样 刘萍的腿好些了吗 自从用了你给我的腰 他的腿一天一天好 现在可以下地走路了 可是要想再去城里做工就难了 上次出了事情就被公投辞退了 刘萍不介意的话 也可以来我这里是两天 你是说 你要过刘萍来干活 先是这做两天 要看他行不行了 行的行的 他很能吃苦的 只是 唉 只是什么 我和刘萍是被家里赶出来的 如果都去你们那里做工 会不会影响到你们苏家的名声啊 哦 你说名声啊 我们小苏家有那个吗 我和刘萍是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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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萍的